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次视频呢 再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个同学们很容易在画graph 和charta pi的时候 容易犯了错误 好我们马上来看 那为什么会做这次视频的原因呢 就是说看到有很多的同学 他们其实是有面对这个问题 是他们其实并不知道 怎样正确去画graph 可能你学校老师也没有 过多的去讲解 去纠正你 因为说可能他没有给你太多的练习 可能他就给你讲讲讲课本了 OK然后就直接考试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在考试的时候 画错了就直接没有了这个分数 因为这个graph 或者是说这个charta pi 他在考试总是一个必处的题目来的 所以说他占的分数是非常的高 也是一个蛮容易得分的一个关键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好如何 去画这个charta pi和画这个graph 其实他和我们在数学中学的 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你不必太过担心说 哎呦有没有和不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一样的 OK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第一个 就是graph bar 首先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graph bar 所以说第一眼你看上去 他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说我们这个旁边这个线 这个我们在数学中我们所成的x轴 y轴 这两个轴线 它靠在边上 看到吗 它靠在边上 它靠在边上 这个代表着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边graph是在 这边就是边边了 然后我们这个线就画在它的边边 看到吗 它就画在边边那个线 那这个会造成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其他我们要写的内容 例如这边其实要写一个数字的 这边我们要写数字的 我们就要写在外面 看到吗 我们要写在外面了 在这些空白的地方 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OK 我看到就是很多人会喜欢这样子画在边边 可能是觉得说 比较整齐吧 可能因为你写在空白的地方那些字 就看到比较整齐不会乱 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OK 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这样子 我们要写在graph里面 要写在这些格子里面 看到吗 要写在格子里面 不可以写在外面空白的地方 看到吗 不可以写在外面空白的地方 这是我根据域名 这些格子里面 我们这边间距 这边间距 两个cm 看到吗 两个cm 这边呢 间距 四个cm 可以看到吗 这边两个cm 这边四个cm 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graph就是一个正确的画法了 好吧 那当然呢 不是一定规定说这边就是两cm 这边就是四cm的 如果说那graph 你不够会画 你可以自由调整一下 但是确保说是在这个 绿色格子里面的 好吧 你可以自己调整 你要两cm 两cm 都可以 就是你要根据 那个去调整啦 然后第二个错误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们在画 这个graph的时候 画这些的时候 看到吗 画这些格子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这个间距 这个间距 必须是一样的 除了间距一样 格子本身的这个长度 也必须是一样的 你不可以说一些宽一点 一些肥一点 一些瘦一点 不可以 你必须要是整整齐齐的 那至于说这个格子 一格宽要多少 这个也是没有规定的啦 你就根据你的情况来画 那怎样讲 我们要根据情况 就是说 一个graph 我们画的时候 要占这张纸的大半 怎样讲大半 就是说一半或以上的空间 你不会画到这样子小小个 不可以 你要画到至少一半 一半啊 以上 一半以上 就是占了大半 例如说这样子 啊 这样子就是大半 看到吗 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画法 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 charta pie 就是说有一些人 他们会忽略一点 就是说 他通常题目 他会给你一个叫做 radius的东西 或者说在geography 国语啦 就是 嘴加利 明白吗 嘴加利 英文叫做radius 意思就是 半径 看到吗 半径 半径是什么 就是我们画这个charta pie 那就是我们会用到一个工具 那工具就是 这个圆规 就是有一个 一个笔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是 一边它是减的 一边它是减的 然后一边呢 它是笔来的 啊 大概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啦 这边它是笔 这边一个是减的东西 这geography它是可以做什么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 比 这两头之间 这个东西就是geography 所以我们就量咯 它要通常它的 题目通常啦 都是5cm的 所以你就量5cm 然后量到5cm过后 为什么会讲 这个是一个很长方的错误 就是说 可能你有时候你开到它那个 没有准确的到5cm 可能它会到5.2 4.8 这样子 这些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就是你肉眼看到很明显的 真的是不可以 而且考试的时候 如果老程演绎的话 他会直接拿尺来量 有没有5cm 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可以 那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格子 看到吗 例如说我们的点在这里 中心点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边就量了5cm 我们就开始画一个圆 那5cm它会刚刚好 到这条线 看到吗 刚刚好到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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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的 看到吗 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画法 我们刚刚好碰到那边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是真的5cm 他完全没有错误 好吧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一点 可能你画到少一点 可是那边有点空位 或者是你又多一点出来 这样子都是错误的 OK 他一看到你就会扣分 然后第四个 没有根据他的百分比去做排列 那怎么说 你看这一个charta pi 你可以看到他的百分比没有根据排列 你看到这个是37.5 它理应是最大的 OK 这两个不是50 sorry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25 25 所以说37.5 它是最大的 我们必须从这边 零度开始画 知道吗 我们要从零度开始画 从这边开始 这边应该是 37.5 然后这边才是50 50 而不是50 25 25 然后这边才到7 才到5.5 正确的话 就是这样子 看到吗 就是跟我刚才讲的 37.5是第一个 从这个零度开始画 这个第一个25 第二个 这个第三 7就是第四 5.5 第五个 就是你根据它的大小 从最大慢慢慢慢到最后最小 这个是正确的画法 有些人他可能会忘记突然说 没有根据到大小 就会变成这样子 它没有根据到大小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了 然后第五个错误就是 就是你没有写到百分比 或者百分比像这样写错了的 OK 你没有写到百分比 这个也是错误的 就是你这边必须要有这个百分比 看到吗 必须要有百分比 每个都有百分比 那当然啦 其他像 DarJoke PotoonJoke 还有下面这个Zoom 也是要有的啦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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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